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 这个八年抗战牺牲了2000多万老百姓 几乎等于台湾人口 这样是死了322万 终于500年来日本一直想侵略中国 终于在战败中华民国变成世界的安全 五个常人理事国之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事 可惜这个80周年纪念的时候 因为台湾现在盛行去中国化 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华民国的过去历史 可以选择性的忘记 或者说故意不记得了 所以你可以看当天 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蔡总统他宁可给这个九州日本人去慰问 而对齐齐抗战不发一言 他去参加教育颁奖 但他不做任何的继续表达任何的感想 我想这是一个国内的这个 泛率泛难基本一个重要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产生很大的困难 所以齐齐抗战是非常非常值得纪念 但是国内有不少人他故意的回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